好久没有来两站的M5商场了 很多店已经关门了 除了莫斯科的经济还凑合了 小城市的实体经济是几乎是被电商碾压了 俄罗斯人现在越来越喜欢在网上购物了 但是电商的入住比较麻烦 它不像咱们国内开个店 然后商品从哪来的平台也不管 工商税务也不管 拿着卖就行了 这边你的商品要有乱七八糟的证 这以前是阿迪的和瑞布的打折店 我都关掉了 然后还要有如果是进口商品还要有曝光单 太麻烦了 所以之前炒得比较热的阿尊 说是在深圳注册了一个分公司 然后有一次一个朋友正好 他是买了课程 然后自己在国内根据课程注册了一个阿尊的海外的 然后本土版的手续也是比较繁琐 而且手续税比较高 之前是我听朋友说是37%到42%的佣金 所以佣金蛮高的 如果你在办手续走白关的话 这个算下来你的利润其实基本上没什么 很少很少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手续的话 一旦被查着了 当你的营业额比较小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不太注意 当你的营业额达到的一定数量的时候 那就有可能会让你出具这些乱七八糟的证 没有了就是罚款一次比一次的金额高 而且好像据说就是在你手续不全的时候 你的这些钱从平台里面好像还提不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现金流就会断掉 所以俄罗斯电商也不是那么好做 就说回到这个阿仲在国内的这个注册的这个公司 朋友正好那次去深圳了 我让他帮着去问一下 就是关于从国内发货的话手续这些怎么办 然后或者就是说我们在国内把所有手续办了 然后我直接货从俄罗斯 我带到俄罗斯之后我从俄罗斯当地发 这样的话比从中国发过去要快得多 然后结果他按照网上给的那个地址去了 去到那个地址之后呢 阿仲没没在那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是另外一家公司 后来也有人说是这个当时阿仲他是想在美国上市好像 所以他把这个声势闹得非常的大 就后来在哈萨克产那边也是炒得比较火 就后来上市在美国上市没有被批准 然后另外一个平台webless 他是平台的佣金据说最近是下调到了25% 相对要低一些 如果还是40%左右的话 真的是没有办法做 而且有的平台有人说是阿仲拖欠这个结算货款 比如说是webless这一个平台 我们简称WB 现在因为我也没做过这两个平台的 所以不太清楚 那么网上一些做相关内容的 他们说的大家也自己做一下真别 这边也是关了 现在这该成了一个市政的每一个固域的营业厅 之前这个位置是一个儿童优乐区 有一次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火灾 然后整个半个商场全部烧掉了 烧掉以后然后关屏重新装修 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了 这个商场是2011年才刚刚修好的 这牌子是土耳其的一个牌子好像 之前也是价格比较亲民的 这个吉普赛人 好多吉普赛人 小偷小摸的比较多